有十多公司,他们想要创新,但是也有很多领导,他们不鼓励创新。 比如,如果队员,他们要使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,然后如果他们失败的话,那那个领导要怪他们,所以那个队员要明白。 如果我要保护自己的工作,就不能反对以前。当然,这个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,因为另外的公司可能创新,然后他们提高自己的效率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他们也可以抢占你的市场份额。 当然,风险管理是重要的,但是,排除所有的风险根源是不可以的,也是危险的。我们需要不断的探索,才能有创新。 。